悠酷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坚韧姿 我在女心里适中饰演的是汤莉莉 如何看待剧中饰演的角色 这个人我认为是中国好闺蜜 跟我一网演的角色还不太一样 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改变 一个突破 她是一个恋爱脑 然后就是屡战屡败 屡败再屡战的一个这样一个女孩 原生家庭呢 自己从小也会有一些伤害 内心有一些心理问题 她的闺蜜也是治愈她 但同时她也在治愈她的闺蜜 剧中汤莉莉的感情经历是怎样的 有过一定的恋爱经历 也遇到过渣男 最终收获了一段非常平凡而美好的爱情 对于她来讲就是 到最后还是要回归本真的东西 简单快乐就好 汤莉莉的感情观 与你本人是否有相似之处 重合点就是 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 很简单 很快乐的一种爱情 生活中会像汤莉莉一样 因为美貌带来一些困扰吗 纯粹是给我玩的坑 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 在现代的时候应该不算是困扰 长得漂亮也不是错的 汤莉莉在剧中属于什么担当 制片人说你是充当时尚组 美丽组 漂亮组 结果演完之后变成了豆皮组 我是搞笑担当 生活中跟朋友相处 自己属于什么样的闺蜜类型 我是就是如果闺蜜遇到事情了 我会直言不会 然后我会给他很仗义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做法 就仗义直言 但是也有一些时候 我是倾听的一方 可能遇到事情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倾听他 一直跟我讲 一直跟我讲 就这样 生活中和杨子关系如何 挺好 特别好 我们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之前就认识 因为我们是同学同学 这次与杨子合作 它符合你印象中的样子吗 我印象中的 它就是还是那种 娇娇小小很可爱的你 其实它真的是长大了 而且考虑问题都很全面 要在他身上要学习那种 与杨子的相处中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因为这部戏它的强度很大 然后累到不行的时候 它会跟我私底下发微信 在现场的时候 它还依然会很坚强 它就觉得只要这部戏 是拍得好看的 就是大家会喜欢 它什么都愿意 对景博然的印象如何 小姐哥 我那时候还不熟 第一场戏 她说了一个 你说啥 然后我说咋的 用家乡话对了一题了 就觉得一下就感觉很亲切 就近如今 她永远是觉得自己很帅 然后做了很多动作 就觉得自己很多吸引女孩 我们俩都谁也不理她 就走开了 然后她自己在这站着 鼻挺地站着 然后就 那是角色 那是角色 她自己本身一定是很高冷 很文艺的了 网传景博然有高冷贵公子称号 你怎么看 对贵 而且她衣服都挺贵的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 真正贵 贵的是她内在的 就一个细节吧 就是我们三个 我和老贺 小姐哥 我们经常在一起对戏 然后休息的时候 常务老师会把凳子 给我们放到旁边 我们坐一下 有一次就是我的凳子就没有打过来 他们俩凳子已经摆好了 然后小姐哥就不坐着 她说我一定要等你的凳子 还有我再坐 她说你是要先坐 你先坐吧 就是这样子 哦你们都知道了 每天就是强忍的那种疲惫 然后很亢奋地去工作 我们虽然累 但是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真的已经很幸福了 每一次我们县上有人请吃饭了 请喝喝水了什么的 杨子就是我们的气氛担当 他就像一个邪教组织似的 然后就谢谢 就是大家那种气氛就很可爱 就是我觉得 其实心理学是现在社会普遍的一个问题 然后演了这个剧之后 能让我更加就是 会更加关注心理学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是当代社会 很多人过多过少 都会有一些心理因素 发现自己心理不舒服的问题 定义及时地去找人沟通 找好的朋友信任的伙伴 哪怕是找心理师去聊一聊都好 给大家推荐一下 女心理师这部剧 每一个人呢都需要爱和被爱 希望这部剧 可以让大家的内心充满爱和阳光 谢谢大家